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负责预防在美国市场上成千上万不同种类的消费品 今年正在采购出口到美国的产品 所带来的造成受伤或死亡的不合理风险 加强我们所有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 及提高消费品安全 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重要的战略目标 作为向美国出口产品的买家 您是产品安全事务重要的利益相关方 您与卖方和制造商进行的讨论 应该始终强调各种安全考虑 重申这一信息 及安全的设计 对于防止消费者受伤 至关重要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 制定培训项目 经常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合作伙伴一起制定 旨在更好的向产业提供产品安全规定的信息 如果您有机会现场出席这些活动 我希望您考虑加入我们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网站上会公布这些活动 我相信通过合作 我们能够减少有危害产品的出口采购数量 防止消费者受伤 并且为您的客户或雇主减少合规问题 买家不可能总参加我们的现场活动 因此这一培训视频 是为您这样的专业采购人员制作的 以在您做出有关采购 在美国之外制造的产品的决策时 为您提供协助和资讯 我希望您审阅这些资讯 有问题可向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提出来 我们的团队会很高兴 为您提供可能需要的更多信息或者澄清 我真正希望这一培训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和期待 感谢收看 下面有洪一松组长为您致辞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O'Brien先生 Laurence Mella先生 Jane Katewala先生 Civillatzen女士 商品检测验证中心 吴君兰女士 文具研发中心 王伟豪先生 以及各位业界先进大家好 欢迎各位参与CBSC 与本局合伴的消费品安全网络研讨会 因为疫情的影响 今年仍然采取线上的方式办理 这场研讨会的主题 是电动机车 电动自行车 以及电池驱动玩具的安全规定 近年来 电动机车及电动自行车越来越普及 在节能减碳的趋势下 成为相当受欢迎的代步工具 而安全性的议题 也逐渐受到重视 尤其是充电设备 跟锂链池的安全性 此研讨会中 CBSC将介绍美国的电动机车 和电动自行车的安全带要 ETC也将介绍电动机车 和电动自行车电池的安全相关规定 那另外在电驱动玩具方面 CBSC将针对电驱动玩具 安全设计的重要性 以及使用包括锂链池 在内的电驱动玩具的 危害案例分析 来进行分享 那玩具研发中心 也将分享 台湾电驱动玩具的安全规定 相信借由这些技术交流 和经验分享 对于与会的业界先进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在研讨会的最后 美方和我方的专家 也会在线上及时地回答大家的提问 希望大家如果对于今天的内容 有任何问题 都能把握机会提问 最后祝今天的研讨会顺利成功 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 接下来 Lawrence Mella先生 为大家演讲 Mella先生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全国产品测试和评估中心的 机械工程师 他与2015年起 在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工作 从事分析产品缺陷和产品安全提供 Lawrence是机械 微动交通工具产品 和自行车的负责工程师 他对开发微动产品的资源性标准 做出了贡献 他毕业于马里兰大学 巴尔地摩校区 获得机械工程学士学位 下面就请听Lawrence Mella的演讲 Hello As Sylvia just introduced me I am Lawrence Mella I am a mechanical engineer in the CBSC's divis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irectorate for engineering sciences 您好 正如Sylvia刚才介绍的 我是Lawrence Mella 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工程学部机械工程处机械工程师 正如您知道的 从最初设计产品时就注重保障产品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是美国联邦政府机构 负责保护公众面售 因使用在该机构管下范围内的消费品 而导致伤害或死亡的不合理风险 今天我要讲一下美国的产品安全法规 标准以及其他产品安全要求 而且我还想强调您在生产产品的时候就考虑到设计安全产品的重要性 注重在生产各类消费品的时候为提升产品安全遵守最佳生产方式 我现在就开始演讲 我今天演讲的内容是关于微移动产品 这是一个新潮流的消费品领域 我要讲一下对这一产品的规定以及存在的潜在危害 我们首先谈谈微移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当人们使用微移动交通工具这个词的时候 通常是只有一人起行 体积小巧 可帮助人们移动的产品 这些产品有的装有动力系统 有的没有 一般是在相对低速的情况下运行 消费者通常很喜爱这些产品 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产品使用起来很方便 而且很容易就得到 价格也相对便宜 很多这类产品使得消费者在大多数行人才可以使用的路端上增强了他们的移动性 因此这些产品在人口密集的城市环境尤其受欢迎 譬如消费者可以在地铁站到工作地点或住所之间使用一个可折叠的踏板车足为其每天通勤工具的一部分 在有些情况下 由于一个人的肢体活动受到限制 这些移动产品可以为消费者增加可选择使用的交通工具 现在我重点介绍三种为移动产品 他们是电动踏板车 电动自行车和自行平衡滑板车 通常对电动踏板车的描述可概括为具有下列特征 有一个可以让其行人站在上面的脚踏平台 中间有一根带掌握方向手把的支柱 它的滑行速度由加速器和刹车控制 产品的动力部分或完全由马达提供 它带有两个或三个轮子 电动自行车通常是两轮或三轮 带有可踩它的脚踏板以及一个动力小于750W 也就是说0.75千瓦的电动马达 这一电动马达提供辅助驱动力或者完全驱动力 对自行平衡滑板车的描述可以概括为 有一个可以让其行人站在上面的脚踏平台 它还可能带有一个可以自行平衡的机制 这一自行平衡机制由一个控制器或者其行人平衡其体重来控制运行 它或是独轮或是带有两个平行的车轮 所有这些电动产品都有电力驱动 其电源通常来自理电池 消费者或自己拥有这些产品或使用共享为移动车 在这个共享为移动车模式中 一家公司拥有并保养这些产品 消费者呢则短期租用这些微移动车 尽管飞机动自行车踏板车和滑板车疑问是很多年 但其电动版本或类似产品 譬如自行平衡滑板车 在消费者市场上还是相对较新领的产品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管辖消费品 包括不由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管辖的 唯一动车 在美国 车辆由交通部属下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但唯一动车被认为不属于机动车 因此不在加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管辖范围之内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其公布的指南中指出 下列为一动产品不被视为机动车 无座位且占力行驶的踏板车 最高时速不高于32公里 也就是说不高于20英里的踏板车 以及带有可踩它脚踏板汉功率为750万 也就是0.75千万货功率更小的电动马达的电动自行车 它指的是当体重为77公斤 也就是170磅的骑行人在铺设平坦的路面上 以时速最高不超过32公里 也就是20英里的速度骑行完全由动力驱动的自行车 带有上面描述的技术限制范围内的 唯一动产品由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管辖 另外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也管辖低速自行车 这一管辖权限已被正式写入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关于自行车的法规中 对于有脚踏板辅助但无法持续自行驱动的唯一动产品 即使它的时速可以超过32公里及20英里 仍然在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管辖范围之内 如果一产品该由哪一机构管辖难以确定时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会与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工作人员商讨如何界定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依赖数据为其减轻危害的努力提供信息 例如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技术人员对有关电动自行车 电动踏板车和自行平衡滑板车的事故数据作出评估 将结果写入于2021年出版的与唯一动产品相关的死亡 受伤及危害模式2017年至2020年的报告中 您若想查阅这份报告 我们在演讲PPT的结束处复有这份报告的链接 接下来我要为您介绍这份报告重点讨论的几个问题 首先我讲一下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全国电子伤害监控系统 也就是National Electronic Interest Service System 委员会工作人员在2020年对报告到全国电子伤害监控系统数据库的 与唯一动车相关的事故进行了研究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全国电子伤害监控系统 收集在美国发生的与消费品相关的伤害数据 这是一个统计学上有效的伤害监控系统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根据这些数据 对全国范围内与产品相关的伤害事件做出估计 这一研究报告查看了2017到2019年报告到 全国电子伤害监控系统数据库的与电动踏板车 自行平衡滑板车以及电动自行车有关的医院急诊 工作人员使用产品代码 关键词和短语搜索辨认相关事故 对于电动踏板车 工作人员使用的搜索关键词包括电动滑板车 Electric Scooter 电动踏板车 A Scooter 站立式滑板车 Stand-Up Scooter 站立式踏板车 Stand-Up Scooter 机动踏板车 Motorized Scooter 动力踏板车 Power Scooter 随处停踏板车 Doholus Scooter 出租踏板车 Rental Scooter 共享踏板车 Scooter Sharing 以及任何一支随处停或出租电动踏板车的品牌 及其他变形的拼携方法 对于自行平衡滑板车 工作人员使用诸如自行平衡踏板车 Self Balancing Scooter 悬浮滑板Hoverboard 以及一支制造商的名称等词来辨认自行平衡滑板车 辨认电动自行车的搜索关键词包括 电动自行车Electric Bike 电动自行车A Bike 电动自行车Electric Bicycle 电动自行车A Bicycle 动力 辅助 自行车Power Assisted Bicycle 机动自行车Motorized Bike 机动自行车Motorized Bicycle 及其他变形的拼携和一支品牌 委员会工作人员估计 从2017年到2020年 在美国共有19万零五百人次去急诊室就诊 其中 2017年是三万四千人次 2018年是四万四千人次 2019年是五万四千八百人次 2020年是五万七千七百人次 在2017年 2018年和2020年期间 这些急诊中的大部分伤害是故与自行平衡滑板车有关 在2019年 大部分伤害是故与电动踏板车有关 同期 与电动自行车相关的急诊次数是总数的百分之十 除了上述估计之外 委员会工作人员得知 在2017到2020年期间 共发生了71起与这些产品相关的死亡事故 其中大多数设计电动踏板车 共42起 6起设计自行平衡滑板车 23起设计电动自行车 除了核查全国电子伤害监控系统数据之外 委员会工作人员还审阅了经由消费品安全风险管理系统 CPSRMS搜集的数据 并指派了后续深度调查IDs任务 以确认与这些产品相关的最常见的危害 这一研究委员会工作人员提供了与唯一动产品相关事故事如何发生的全貌 工作人员完成了140个与唯一动产品相关的后续深度调查 以辨认产品存在哪些危害 以及已报告的事故的发生原因 有关电动踏板车 工作人员发现的问题有 刹车问题 意外失去动力问题 火灾危害 有关自行平衡滑板车 工作人员发现 火灾危害 其他电力危害 有关电动自行车 工作人员发现 刹车问题 从这些产品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中 委员会工作人员观察到其引发的一系列危害 譬如 由于电池系统过热而形成火灾危害会导致烧伤 甚至死亡 刹车问题 譬如刹车意外被锁住 导致汽车人因摔倒而被擦伤 挫伤 骨折和死亡 由于很多这一类产品是在机动车道路 护机动车道路附近骑行 这就使得意外摔倒会导致骑行者被另外一辆机动车撞到 鉴于所收集到的事故数据以及我们对潜在汉里报告的危害的了解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与离义相关方合作 寻找为保障消费者安全而加强微移动车的安全的方法 我接下来讲一下对微移动产品的要求和指南 除了电动自行车 A bike 因为这一产品受自行车法规管辖 以及儿童用微移动产品之外 微移动产品极不建应符合业界共识标准 由于这些标准的开发遵循业界具有共识的一个过程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鼓励利益相关方参与这些标准的制定和维护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即依照消费品安全法第15 B 条款 制造商 进口商 分销商及零售商在得到某产品不符合消费品安全法涵盖下的安全规则 或带有可能给公众造成重大受伤风险 或不合理的严重受伤或死亡风险的产品缺陷的信息 24小时之内必须向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报告 在任何适用的情况下 如果某一产品没有制定具体的技术安全法规 那么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就会将业界共识标准 作为该产品的安全门槛基线 了解哪些共识标准使用于您的产品 以及使用那些标准来确定您的产品必须符合的安全特性是很重要的 有的时候您的产品可能还没有制定相应的标准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在将产品引入市场时 应记住他们引入市场的产品必须是安全的 我们因此说 公司与公司内部专家 检测实验室及其他相关方合作 开发符合安全性能的产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 我来谈一谈电动滑板车 Sculptor和自行平衡滑板车 Self Balancing Sculptors的业界共识标准 在我演讲的后面部分 我会介绍电动自行车 A Bike的业界共识标准 您现在看到的图片中列出的业界共识标准 针对电动踏板车 A Sculptor和自行平衡滑板车 Self Balancing Sculptors 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 A S T M F15.58小组委员会管辖动力踏板车和动力滑板 在该小组委员会全线范围内有两条一生效的和两条一提议的标准 一生效的两条标准是 第一,F2641休闲动力踏板车及秀真自行车的消费者安全规范标准 第二,F2642休闲动力踏板车及秀真自行车安全说明及标签的消费者安全规范标准 已提议的两条标准是 第一,WK57360自行平衡踏板车 也就是悬浮滑板消费者安全规范标准 这我一会儿再讲解下一张图片是会讨论 第二,WK70724成人用商业电动踏板车 ASTM的F264115休闲动力踏板车及秀真自行车的消费者安全规范刹车 动态和静态力量的测试方法及对各种具体不见的测试 如手把汗车轮 作为ASTM在板程序的一部分 针对儿童的标准将被审议 ASTM计划借鉴有关成人用电动踏板车 和草拟标准的讨论 并将相关的更新纳入到适用儿童产品的标准中去 F264215休闲动力踏板车及秀真自行车安全说明 及标签的消费者安全规范标准 具体规范安全说明标签和维护保养 ASTM目前正在开发针对共享踏板车的标准 以应对日益增加的共享踏板车这一情况 ASTM工作组的WK70724标准的制定重点是建立产品的性能要求和测试方法 其目的是将商用成人电动踏板车对使用者可能造成的潜在危害降到最低 尽管这一标准还没有建立 但我建议您实时关注该标准在开发过程中的任何更新 除了ASTM的标准制定工作之外 保险商实验室的标准技术评委会STP-2272开发了 U-L-2272标准及个人电动移动设备电力系统标准 该标准涵盖了电动移动设备电力系统的安全 管辖范围包括部件如电池、充电器、马达、控制器和线路 ASTM57360工作组正在开发将诸如悬浮滑板的自行平衡 踏板车对使用者的危害降至最低限度的性能要求和测试方法规范 这一规范将包括对儿童和普通用途产品的安全说明、标签和维护的要求 目前正在讨论的要求包括 可控制停车的刹车对U-L-2272有关电力系统要求的参照 设计旨在防止使用状态下意外折叠的拴锁装置 路源撞击测试以及其他部件的性能测试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对电动自行车的要求和指南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要求所有类型的自行车 包括电动自行车都因遵守16联邦法规第1512 不关于自行车的要求中对刹车、突出部件、结构完整性和反光板的要求 由于所有自行车都受自行车安全技术法规的管辖 因此制造商或进口上必须出具一份普通合规证书 即GCC 以证明基于对每件产品的测试或合理的测试项目 产品符合所有适用的法规 对普通用途产品的测试不需要由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接受的第三方实验室来完成 U-L2849及电动自行车电力系统标准 对电器产品包括电池组、电池充电器及系统的要求做了阐述 电力系统的最基本配置包括驱动部分、电池、电池管理系统 B、M、S、互连线路和电源入口 标准包括对以下方面的测试 冲击、模具硬力和弯曲、输入、温度、隔离电阻、界电强度 湿度调节、超时充电、运行过载、短路、充电不平衡、冲击和热循环 A、S、T、M 还有一系列涉及自行车的规范和测试方法 包括机械结构问题 如A、S、T、M、F27934自行车我把规范标准 A、S、T、M、F22741状态三自行车前插规范标准 即A、S、T、M、F27119自行车车架测试方法标准 现在,我讲一下关于微移动产品的一些普通要求和指南 属于行业协会的S、国际制定了两份涉及微移动交通工具的文件 即S、J、3194和S、J、3230 在第一份文件、即S、J、3194文件中S、对数语和产品分类做出了定义 我们称之为动力为移动车辆的分类与区分 S、最近公布的S、J、3230文件 即动力为移动车辆的运动性能指标 阐述动力站立是他版车的测试方法 条件和指标 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对测量动力站立是他版车最高速度 加速和减速性能的测试程序 第二、考虑到出水车辆状态 使用者人体测量学、环境和道路情况以及行驶领域情况 如地理围栏的测试情景 第三、每一测试的相关单元 准确性及测量的精度 以及 第四、收集和报告此类运动性能数据的方法 至于儿童为移动产品 即旨在有12岁及以下儿童使用的产品 还有其他要求 基于产品的具体设计和部件 制造商或进口商可能需要根据由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接受的第三方实验室的检测出具一份儿童产品证书 即CPC 这些测试可能包括千含量或含千油漆检测或小零部件检测 对于儿童用电动自行车 根据16联邦法规第1512部中的要求 产品必须由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接受的第三方实验室进行检测 然后基于这些检测出具儿童产品证书 在2020年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举办了一场为移动产品的消费者安全网上论坛 这次活动的目的是将利益相关方召集在一起 就如何加强三种为移动消费品 即电动踏板车 电动自行车和自行平衡滑板车的安全做广泛和针对性的讨论 200多人参加了这次论坛 为11天的论坛共有19场演讲 本次论坛安排了5个主题讨论会 内容包括数据 标准开发 提升安全的最佳生产方式 为移动设计和研究以及政策指定于消费者安全 第一场数据讨论会重点讨论事故数据 考量因素以及未来如何做出改进 以收集更多的信息 这包括伤害数据呈现的最新趋势 第二场标准开发讨论会重点讨论了 ASTM和UL有关为移动产品标准的开发情况 第三场提升安全的最佳生产方式讨论会 着重讨论了基础设施对消费者安全的重要性 包括用自行车道将骑行者和道路车辆分开 第四场为移动设计和研究讨论会 着重讨论诸如电池系统 研发测试 车辆动力学 骑行者运动学和车辆智能等技术 最后一场讨论会是政策指定于消费者安全 这是一场介绍联邦中和地方各级所举办的安全活动 以及对今后举办的安全活动的建议 在论坛的演讲报告和讨论结束后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对当天运会者 对委员会提出的几项建议做了总结 这些建议包括 第一 继续进行业界共识标准的活动 内容包括 利益相关方支持有关共识标准的活动 提出相关要求不宜过于繁琐 不应该阻碍创新 为移动标准工作组还将对产品分类的发展 电器要求和一些产品的规格纳入标准开发的内容 利益相关方确认了需要开展的工作 譬如旨在减少跌倒的规定 网络安全探针对成人及商用电动踏板车的标准 约会演讲者指出 参照其他国际标准可以被作为另一个应该关注的领域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则表示 会继续参与这方面的工作 第二条建议是 与联邦政府机构展开合作 具体说就是 如果想正确地解决与微移动产品相关的危害问题 我们的社会需要有更安全的微移动交通手段 以及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公众对于危害的认知 这意味着一个跨政府部门的合作解决方式 对于减少与这些产品相关的死亡和严重伤害 是故事至关重要的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和美国交通部工作人员合作 推出了美国联邦政府就为移动交通工具的政府兼工作报告 双方并将继续支持这一努力 第三条建议是 与地方政府和倡议组织建立关系 具体说就是 有的地方市集项目将重点放在增进安全和采用替代性交通方案上 很多这类组织在他们感兴趣的活动上主持项目 召集会议并维护数据库 这些组织收集信息 与他们的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 并代表他们的成员作出呼吁 他们可以帮助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更好地了解现有的问题 并从他们的视角收集意见 第四条建议是 审查替代数据来源和新的数据来源 具体说就是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及其伙伴可能通过探索其他的数据来源 案例研究和设计的研究计划而获益 在未来 工作人员可以探寻有关微移动交通工具的重点特别研究的机会 例如研究从全国电子伤害监控系统数据案例中获取信息 以了解造成伤害的产品特征和事件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强调采取多管旗下的方式 是解决唯一动产品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尽管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是一个监管机构 但我们认识到在解决问题时 如果协调多种渠道 能够比仅仅使用法规手段取得更加卓有成效的安全成果 譬如首先有关的研究和数据为我们提供关于危害风险和缓解策略的信息 其次有广泛的第一相关方群体推出的建立最佳生产方式和安全要求的共识标准 第三在产品开发阶段采用注重安全设计和安全生产可带来更加安全的成果 第四展开将安全使用信息告知消费者的教育和外展活动 第五通过建立基准预期或要求倡导安全的政策 第六建立一系列纳入立法的法律规定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将所有利益相关方式为应对安全问题的伙伴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从全局出发考虑提升产品安全是最佳的办法 接下来我为您介绍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就为移动产品展开的教育和外展活动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积极与消费者制造商和其他相关方联络 以收集有关为移动产品安全的意见和推广传播相关信息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努力教育消费者 帮助他们了解有关为移动产品的危害以及安全使用这些产品的最佳方法 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这些活动的例子 这是我们已公布的有关电动踏板车安全的指南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通过向使用者提供使用这些产品的安全提示 以及最佳使用方法的信息来帮助他们了解如何安全使用为移动产品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就为电动交通工具 安全的各个方面撰写了技术和现状报告 这一页列出了最近公布的报告 以及我先前在演讲中提到的特别数据研究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管理一些可供公众使用的数据库 包括全国电子伤害监控系统 信息交换所和消费品安全风险管理系统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如果您有问题 随时可以与我联系 谢谢 接下来的讲者是吴景阮女士 她是国立台北科技大学产品系统工程与管理硕士 现在任职于财团法人台湾商品检测验证中心电子技术部门 担任车电产品检测验证及可靠度技术发展课长 同时具备TAS som的是ISO17025两过试验事报告签署人资格 西亚由吴景阮女士为大家演讲 怎么样 I am very happy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share with you overview of the motorcycle electric vehicle and the bicycle benefit safe tLE pneumonia in Taiwan 我是研究員在ETC的EHP 的提案使用技術使用技術性値 我和他的主持人 Joy Wu 大家好,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一起分享 有關於台灣電動機車 和電動自行車的安全規定概要 我来自于财务法人 台湾商品检测验证中心 电子技术部门 负责车电可靠部技术发展业务 首先我们看这张图片 是看起来是一只狗狗 或者是一只可怜的猫 戴着这个绑图面具 站在这个后面充满的 这个空气污染的 这个高楼大厦的前面 那可想而知 如果未来我们的人类 跟这个猫一样 必须要带这个 黄图面具掺帳上路的话 那想象当中 这个空气污染 已经到非常非常严重的 这个污染情况 因此在全球世界各国 为了这个节能减碳 一直在努力的活动当中 包括台湾在内 希望能够在2025年 能够回到2000年的这个排放量 那首先呢 最重要一点就是 节能减碳之外 那利用这个绿能 能够去降低这个空气污染 那当然就是 所推其中 就是燃油车改成这个 用这个 电池代替的这个动力的方式 所以呢 我今天要讲的主要的内容 有包括了台湾动力 银电池的验证发展的概况 以及动力电池的充况电信能 安全测试规范 再来呢 是针对银电池特性 安全要求做过说明 最后呢 会做一个结论跟建议 那第一项呢 台湾动力电池的发展呢 它的应用面我们 能够去了解的就是 最主要电池的应用 是在这个3C产品 在电动载具这边呢 虽然说它它的比例 不大于这个3C产品 但是呢 因为它的电力是 非常非常大 所以呢 在应用上 比如说滑板车 电动自行车 以及电动机车 电动汽车等 它的安全性的要求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我们先来看 台湾的这个银电池的 因为这个发展的演技 是怎么一个状况 那我们先看 2008年开始 一直到2013年 政府呢 这边针对这个淘汰 汽油二型乘车 以及这个新货电动机车 有公布的一些办法 相对的 同时工业局这边 也成立一个 联合实验室 包括财团法人 IPRI 还有ARTC ETC 这三个实验室 针对 10公斤以下 托举式的这个电池电动机车 制定PS的产业技术规范 那 这个产业规范呢 TES 总共呢 修订了三次 那在第三次的这个 版本修订完之后呢 并没有公布 而是由 台湾政府 BSMI 标准监域这边 召开这个技术会议 审查 直接转成 CES的验证规范 公布呢 在2014年 7月份之前 可以接受 TES的报告 也就是工业体的这个 认证报告 直接转成CES的报告 那在2014年之后呢 再开始强制实施 那接着 左边这边 大概可以看 工业局在此同时 也认定了电动机车 有关于 供电设备 这一部分的 相关技术标准 那从2014年 到2016年 这边呢 除了 针对这个 清醒的电动机车的 RPG的验证 登录要求之外 那在2014年的 这个中段时间呢 也同时 标准机这边呢 增定了重型 电动机车使用板 也就是 针对605以上的 这个电池组 增定了一份 相当重要的 15387的 104年版 那就是下面 我们看到的 目前的 验证规范 包括电池组 电池系统 充电系统 这三个主要的产品 那接着呢 在工业局这边呢 也是一样 积极地在推动 电动机车的 固定充电站 以及交换系统 等这些产业技术规范 那已经公布了 总共有五部规范 后面我们再来看 2017年 这一年呢 BS5呢 也针对这个 电动自行车 以及电动自行车 公告 针对它的电池 以及充电器 必须跟电动机车 一样 因此检验项目 也是一样 必须要取的 RPC的 登录的证书 才能够 在市面上行驶 那同样的 这个工业局呢 在2018年呢 也针对这个 电动机车用的 供电站 以及交换系统 也修订了 第二个版本 那其中最重要一点 就是针对 供电的这个设备 它所使用的 充电枪的界面 制定的 共通界面 那有这个低压的 圆形这个接头 共通界面 另外呢 在就是这个 高压的 共通接头 的这个界面 工业局这边呢 在2019年这里 有公布了一个 就是如果 消费者 它所使用的 电动机车 是使用这个 共通界面 的这种车型的话 也可以取得补助 那同样呢 在2019年开始 VS5i呢 针对 供电站的 这个 PS 也是一样 转成新的标准 将电动机车的 这个 充电站体交换站 纳入 强制安全项目 公道呢 在2021年 开始 必须要强制 纳入这个 2加7模式的 这个登录 以及取得证书 才能够在 实验上使用 那我们接着 看这张图 可以了解 就是说 在 工业局的 PS规判 以及 这个 BSMI的 CS规判 它们在 这转换过程当中 的一个关系 方设这个 箭头 我们看的 这个是属于 整车 的PS的 制定 9份的 产业标准 已经现在 转成的 CNS 15819-1 一直到 15820 那 蓝色 往下看 这个是 针对 电池 Battery 的一个 制定 PS标准 以及 电池系统 Battery System PS标准 直接转成 CNS15387 以及 CNS15424 CNS15424-2 这三份标准 很重要的 一个标准 那另外呢 右边我们看了 是一个 Charger System 就是针对 充电系统 TNS的产业技术规范 直接转成 CNS两份 EA15154-1 以及 CNS154-2 那 这些规范 公告之后呢 进一步呢 政府的这个 标准局呢 有在 那个 R字北这一部分 的推动之外 另外呢 推动了一个 政治标记 的这个 CNS的 这个标章 那国内还有 一个单位是 EPA环保署 也是一样 鼓励 能够节能减碳 采用这个 电力发动 及续航力的 这个 电动车 那它可以 给一个 环保标章的 这样的一个 资格的资助 那 同样的呢 工业局目前 也一样 针对电动机车 所使用的 这个 公共界面的整车 以及工业系统 目前还是一样 有接受这个 补助的 那另外呢 还有推动了 MIT Made in Taiwan 美效标章的 这个 制度 那我们 再看一下 这张图 是针对 2019年 对于这个 铃电池 VS8这边 公告了 一个边境管制 检验 那左边 这个是 针对 3C的 Sale 以及3C Power Bank Batary 必须要 补了之外 同时 第三到 第五项 是属于 电动机车 以及电动自行车 电动辅助自行车的 公告的检验规范 那中间 这个是 针对 它 认识 认识的时候 必须要 符合一些 验证模式 有两种 一种是 2加3 那下一个呢 这个是 供电站 是属于 2加7 那供电站呢 必须要 符合 CNS 左边 我们看 这个 16125 直到 16128 那是 它 漏掉一个 应该还有一个 叫 CNS16126 那 交易系统呢 是 符合 左边 CNS16125 16126 以及 15663 这三个规范 那接着我们看一下 政府的各单位 对于这个电动车 和充电站的 推动情况 它名设这一块 是属于工业局 IPV 所推动的 有关于 跟电动车 有关的电池 以及二轮车 还有交换系统 等等 这些 产业技术的提升 那 交通部呢 它是 针对这个整车 整车的 一个认证 包括了 电动补助 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电动机车 甚至这个 未来这个市场的 电动汽车 那 我们再看右边 这个是 国电化保署 EPA的单位 针对 电池 淘汰这个 燃油车 而使用这个 铝电池的 这个整车 补助的 车型 也是有参与到的 目前也是有这样的 运作 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 动力电池 充放电信 以及安全 测试规范 目前来讲 有现行的五大部分 那五大部分呢 一个就是 电池 是电池 第二个就是抽取式 跟固定式的电池系统 电池系统 电池系统 另外呢 针对于这个充电的 这个 车球系统 还有 固定的 这个充电 在以及 电池的 这个交换系统 等等 这五大部分 就是目前 VSMI 所强制要求的 验证品 那 整车这一部分的话呢 是不需要做 RPC的验证 因为它这个是由 交换部这边来管理 其他的 这个 部分呢 是 必须都必须要取得 这个RPC的 这个标杂的 那我看这一张图来看呢 未来 电动 机车 目前 是属于 这个 系带型的充电器之外 那 增加了固定式的 直流充电站 以及 交流充电桩 那它的充电方式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箭头 这个都是属于 这个直流供电 也就是 VC-IN 那 它必须要具备的 这个充电枪 共通界面的 这个 偶核充电 那如果说 它今天这个电池 它是 用在这个 固定的 这个车内 而且 充电器也是 固定在这个车内的话 所以呢 它就必须要用 交流的这个充电桩 也就是 AC-IN的方式 来做充电 那它所使用的 每一个部品的 相关的规范 都是已经很完整 也就是说 目前台湾的这个电动机车的各个部品 它必须要通过的这些规范 目前都几乎都已经很完备了 另外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 就是什么叫做 它也可以用这个充电器 左边的这个充电器来做充电 当然呢 它也可以把这个充电器呢 透过这个车子的这个接头 直接对里面的电池做充电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抽离式目前充电的模式 是比较多样化的 那下面这个呢 是固定式的充电的方式的基本说明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框框里面 这是一个 针对电池系统的组成的内容 包括有那个电动机车的马达 以及电动机车主体 那电动机车的这个充电的这个界面呢 是有这个 利用这个充电器的充电接头 或者是充电站的这个充电枪 这样的一个模式 对于这个车子里面 这个电池的这个充电 就是做充电 那目前电池的 它的一个设计方式有两种 一个是它是充电跟放电 是充电接头是分开的 那另外一种 还有就是 它的充放电的接头是共用的 那如果是共用的话呢 在这一部分的话 它的电池PAC这边 是只有一个充电接头而已 那接着呢 针对这个电池 这个充电的特性 安全要求 大致上我们可以看 左上角这个性能测试 它的要求 有一些充放电啊 还有充放电的保持循环寿命 充放电电子内阻 那对于安全项目呢 有包括过充连续充电 强制放电不平行充电 还有机械特性的震动 冲击低压 以及高温高热的 这些环境试验 那这些是 必须要必备的这些设备 包括充放系统 机械设备 以及温室箱设备 那首先呢 针对电动机车 电动自行车 以及电动辅助 自行车的这个电池组的 安全试验要求 15387里面的项目 我们可以从这个表来看 包括了电信试验 以及机械性试验 还有环境试验 那其中呢 如果电池它属于这个 高压大于60度的话 那在做一些各个项目之后呢 它必须要追加 做的耐电压 以及绝缘电阻的测试 那测试之前呢 必须要先进行 三次的额定容量的确认 那什么叫做过充电试验呢 它的主要目的 就是在评估电池充电的时候 针对一些部分 万一内部单电池的短路 造成充电器的一个 最大充电电压 那对这个好的这个单电池 会进行过充的 那个耐受试验 那它的营收标 就是不起火爆炸 那这个中间过程 必须要有电压 电流及温度的监控 那外部短路呢 主要就是模拟 电池发生外部短路的时候的 一些危险情况 那这个必须要做温度监控 不可以超过这半数字都吸引 那部分短路呢 也就是在模拟 在这个充电过程当中呢 发生电池充电里面的 一些部分电池短路的时候 它造成的影响 一样它不可以起火爆炸 以及必须要做监控 那不拼的这个电池充电呢 就是针对电池组的 它的那个每一颗电芯 它有一些它的电压已经 就是我们讲的 SOC已经造成这个不平的状态下 那进行充电的时候 那是不是它这个充电过程上 是不是有安全 会不会引起这些爆炸起火 这个是有必要监控的一个测试项目 那再来的是机械性的试验 机械性试验 挤压试验就是 还有这个振动试验 都是在模拟 车子在路面上行径当中 遇到一些 比如说发生车祸 或者一些 那个 运输等等过程 产生的一些机械的 冲撞 挤压 振动 等等 那冲击意思一样 也就是说 那这个电池 在 受到这个 遭受到这个 冲击的时候 或者是运输 冲击的时候 是不是都会爆炸 或是排气 甚至不可以泄露 落下试验也是一样 尤其是针对这种抽取式的这种电池 万一不小心掉地上的话 那也是非常危险 必要去做验证 另外呢 电池呢 因为它本身是 在一个封闭的这个电池 电动机车的这个外壳里面 所以它在 受到这个不同的温度 或者是下雨天 等等 那是不是 会有温室效应 造成我们电池活性的快速 的这个活跃 那这样的话 这个都是要评估的 那它总共要评估了 这几种环境试验 大家可以 参考看看 那今天最重要的 有关于这个 电池的标示 要怎么去做标示呢 我们先从它的一个元素来看 对于电池的这个串并元素 比较做标示 它的电池负极也要标示 电池使用的正极材料 必须要标示要求 另外里面电池 它的形状是圆形 或者是灵形等等其他形状里面 必须要被要求标示 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举例 前面这个13串里面蒙菇R18657 这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说 我这一个配合里面呢 具有13串7病的这个电芯 也就是91颗的电芯 那它是用 铃元素当作负极 铃元素当作正极 然后里面还有蒙菇等 一个圆形18657 这样的一个电池组合的 一个Battery Pack 所以我们从这张标示来看 电池在世界上使用的时候 它必须要有这些重要的标示 然后重点就是 它必须还有一个RPC的标示 这个标章 那我们举个例子 像这个是Battery Pack 它在做一个震动实验的时候 它的一个里面的 因为它设计的问题 可能是电汉 或者是可能它 在这个机械结构里面 空间的问题 造成它震动的时候 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撞击 那撞击之后 它的热上升 而造成里面的燃火 整个空间都烧起来了 那这个时候 必须要让这个电池 可以往上移动 必须要让它燃烧完成后 然后到这个 又到这个水箱里面 等这个温度下降以后 才要不要把它捞起来 去分析到底是哪个地方出问题 以上是CN115砂巴基 那接着我们来看 电池系统的要求 有哪一些呢 这一个 首先呢 这个是CN115摄氏之一 对电池系统的 整个系统 它是怎么要求 它包括了整车加电池 以及连接界面的要求 重点是 连接界面的要求 它具备了 非常大的一个通讯的功能 所以呢 有必要配件真正卡 那接着是固定式的 它是用1542 是制的这份标准 那这份标准 跟1542之一的差别 在于这个电池 它是固定式的 所以它不需要去 一直在做插法插法 所以电池 它的这个插法力 里面的放电这些部分 是插法力耐久性式的 电池 不用被要求的 这个差别 大概是这个差别 那这个是针对 电池系统的 那个连接界面 就是 它在做一些的验证 比如说 耐福斯的延误试验 还有振动试验 跟温室试验 那 这里呢 有一个振动试验 它必须要去监控 它的段落的这个时间 不可以大于1μs 那完成的 前面的这些形式验证 这之后呢 必须要提供一些技术面的 这个文件 那 由实验室 帮这个业者 整合起来之后 再上传到RPC的 这个登录系统里面 那 左边这一个呢 是属于厂商 必须要聚变的文件 右边呢 这个实验室 必须要 产出的报告 以及这个实验室 本身被认可的 这个 TUF的证书 跟标减局的 指定资格 认可证书 那重要一点呢 就是 对于 电池系统 跟整车一些 安全的设计要求 这一份文件 也必须要由 业者这边来提供的 是非常重要的 完成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先看一下 它整个流程 第一个就是送样 送样之后呢 由实验室这边 所以呢 我们做一个结论 跟建议 从技术面来讲呢 整个这个 不管是电动机车 电制或电武车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刚刚前面讲的 其实对于电动机车 这些充电 然后供电方式 其实非常完整 但是呢 对于这个电动车 或者是电动辅助 自行车呢 它的供电方式 实际上是比较单纯的 未来是不是有 这个可能 跟这个电动机车的 这个供电站 或者供电方式 能够去整合 那这样的话 可以提升消费者的 购买医院跟放电信息 增加信息 那另外呢 这个交换系统的 共通界面啊 目前是这个技术 的规案是还没有 被建议的 就是 大家一起要努力 那从这边来讲呢 我们前面有提到 工部门 他们对于这个 恒相推动 这个是必须要去整 因为呢 在这个整车要求 跟电池系统啊 或者是充电系统 它这个界面之间的 一个充电模式 实际上有时候 它在不偶的 这个情况下 也有可能产生 一个危险 那这样怎么去 做一个恒相的 沟通的整合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呢 在这个自愿性 验证也好 或者是强制性 验证也好 这个整个 这些车子啊 或者是电池 甚至这个充电站 在市面上 这个收获 这个市场的管理机制 我是建议是有必要加强落实的 那另外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从刚才 我们所跟大家说明的 目前的台湾 电动车 电动机车 跟电池 电池的这个验证呢 尤其是电动机车 目前来讲 有两种 一种是自愿性 叫VPC 另外一种就是强制性 VPC 那强制性VPC呢 那强制性VPC呢 针对这个单体部分呢 是由标准局这边来管辖 那整车这一部分 由交通部来管辖 那这个自愿性的话 是 可以看得出来 工业局这边是 较深度的要求 也就是说它会增加一些电池 对方 那另外的环保署 这一部分呢 它是比较属于 前任的要求 也就是说 它只要 电池 是属于这种 不是来游车 的这种方式 来当动力 使用的话 是OK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 整个完整性来看 整车充电跟电池 怎么样能够让 消费者愿意购买 那从市场面来讲 能够继续发展 那市面上的这个销售量 能够提升 那目前来讲 是还没有很明显 因为呢 消费者的信心度 还不是很够的 那这个是因为 使用安全问题 那另外就是 空气困难的问题 就是大家要一起努力的 以上是我的简报 谢谢大家 卡迪威拉先生 是美国消费品 安全委员会 辨别和减少 危害办公室 工程学部电气工程师 在加入美国消费品 安全委员会之前 Jay在报线商实验室工作 特别负责电气产品 thank you for that introduction my name is Jay Katawala and I'm an electrical engineer in the division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irectorate for engineering sciences at the U.S.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it's great to be here today to speak on the topic of U.S. 您好 正如Celia刚才介绍的 我是Jay Katawala 是美国消费品 A.S.T.M. 美国材料和试验协会 公报最新公众通告的链接 公众可以在通告过期日期之前提交评论 这一点在这个例子中能够看到 至于技术规定 F.963中关于电气安全和玩具安全的主要部分是在第四节和第八节 不过虽然第四节和第八节是主要部分 我们鼓励用户考察一个玩具的所有特征 来确定该标准的其他部分是否也适用 如果适用的话 那些规定对于该玩具产品也是强制性的 F.963第4.4节规定 设计上需要连接120V交流电的玩具 必须遵守联邦法规16CFR1505 及联邦有害物质法 F.963第4.25节对于电池驱动玩具有几项规定 简性电池的参考标准请参见NC C18.1或IEC60861 如果产品中会用到其他电池化学反应 对这些电池化学反应也进行检测 而且如果使用可充电电池 检测结束时电池应当是充满电了 可触摸点之间最大直流电压部的超过24V 对电池舱的规定 比如如何控制对电池的接触 在这一条里有具体规定 产品同一电路中不许有不同电池化学反应类型的混合 检测期间电池表面温度应当低于或等于71度 C4258 一款对锂离子和锂离子聚合物电池做了具体规定 425条也规定对电池连接器进行阻燃性检测 并规定电池充电器适合电池化学反应 而且得到使用NRTL论证 ULCSATUVDEMETIEC等等 NRTL意思是美国国家认可检测实验室 是美国的公布实验室系统 42511 一款指出了在确定使用于玩具应用 具体产品 对证实需要考虑使用的特定电池和单电池标准 F963第8 17节对于电池驱动玩具的电机停转检测有几项规定 使用新玩具和新减性电池 或者产品要使用的任何电池 开始检测 遵循817E和8172中描述的检测方法 检测不应导致电池在其预期规格范围之外运行 检测不应导致电池温度超过4257中的规定值 电机停转检测不应导致蜃漏爆炸或起火 F963第8 18节对于电池驱动的座机玩具有多项规定 8182 低功耗电路确定 8183最高温度检测 8184 电池驱动座机玩具的电机停转检测 8185 治疗挑杂检测 818 6开关耐力和超负荷检测 8187电池过分充电检测 8188短路保护检测 818小硬力消除检测 上述这些检测都有描述 如果你需要更多指导 请到第二节参考文件部分了解更多检测方法细节的参考标准 要得到更多检测方法的指南和背景资讯 第二节是一个特别好的资源 963第8 19节提醒用户负电池是可充电电池 需要考虑电池中制体的化学反应 如果产品中需要使用不止一种化学反应 那么所有电池化学反应都需要得到评估 最后一点是 不要在同一电路中把不同类型电池化学反应混合 此外 也不要在同一电路中把充电与不可充电单电池混合 963第2节可能是整个标准中最重要的章节 这一节是美国国际标准米及其他技术文献构成的框架 使得 F963能够保障孩子们玩耍时玩具与人都安全 这幅幻灯片列出了所有国际参考和标准文献 你可以看到 F963包含来自其他标准的很多规定 因为规定针对具体特性 预期用途和可预见滥用 请根据你产品所有特性 确定哪些规定适用于这些特性 这里是有关理电池安全的基本知识 注意各种不同电极化学反应及其性能和安全后果两方面 单电池中包含可燃电解值 所以警方对单电池的无疑或有意滥用 保护电路对于保证单电池不偏离其可预测和正常运营区间很重要 2001时期 年曾有一起对于电池驱动遥控玩具车的召回事件 这产品是唯一家名为Horset Hobby的企业制造的 在美国销售了约18600辆 在加拿大销售了大约540辆 产品召回所采取的补救方法是平换电子车速控制电路 这幅幻灯片上提供了产品召回链接 在这一产品召回案例中 电子车速控制电路发生短路 该产品违反了F963 因为短路案例应能被主电路板探查到 从而或者打开连接电池的主开关 或者熔断主板上的保险丝 上述任何一种情况如果发生都能预防该产品相关的失活事故 设计产品时就对法规具有总体了解 能够帮助避免电器系统发生问题 电器系统问题可以通过打开一个或者缺破电源电路 从而关闭电器系统来缓解 即便整个系统仍是连在电源上也没关系 保护电路对于保护单电池不偏离其温度 电流 电压及其他技术指标的可预测和正常运行缺间很重要 这里有技术图表 左边是充电器间正常运行缺间 右边是放电器间正常运行缺间 在特定情况下 如果一个单电池电压偏离到低于安全电压 一般是每个单电池电压低于三伏直流电压 时需要禁用充电功能 单电池之间的平衡对于保持其在安全区间运行很重要 最后请使用于产品和电池组包括单电池化学反应相匹配的充电器 并确保充电器获得了认证 在这幅幻灯片上你看到的一些照片 显示的是在制造和组装的电池组里 热感系如何用于单电池的情况 这些装置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会过 这些保护性装置应当与电池组串联 在单电池表面温度接近技术上线时 像开关一样能打开电路 从而防止充电或放电 在这幅幻灯片上 你可以看到一个离子单电池的顶部 一体化保护装置有两种 一种叫电流段中装置 另外一种叫可重置 PTCPTC 意思是正温度系数 电流中段装置 在内部压力高于正常时会打开 PTC则限制电流 更适合提供耗应用 这对于足迹和电机驱动之外的玩具很好 PTC 不保护一内部故障导致的热失控 但对于预防缺失单电池进入不安全运行区间 还是的确能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 对于用户可更换的单电池需要提供一个一体化 BMS及电池管理系统电路 因为消费者不知道不了解或者不懂的使用单个罗里电池的风险 要确认理电池的安全性 从制造商到用户都需要尽到指责 单电池设计和制造应当分学前述流程 单电池应当与提供的充电器匹配 使用高质量的单电池 并根据制造商提供的规格 以及制造商预设好的 BMS及电池管理系统电路来使用 如果单电池经过更换 必须考虑对这些更换进行全面审查 包括可能对BMS电池管理系统保护电路重新设定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建议 对理类子单电池和电池打上适当警示标签 也告知用户潜在危害 并教育用户按照制造商说明和规格使用 请记住,依照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条例 供应链中每个实体都对去保消费品 不构成不合理伤害和死亡风险负有责任 请访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网站 了解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在该领域 以及其他领域推进美国消费者 如果有任何问题,请直接联系我或者联系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国际项目办公室 感谢给我这一机会与你分享上述重要资讯 我们期待着不久再与各位互动 接下来的讲者是王伟豪先生 他是中央大学化学所硕士 现在任职于财团法人台湾玩具 暨生活用品研发检测中心课长 负责玩具及儿童照护用品检测 以下是王伟豪先生的演讲 经济部表演检测局的各位长官们 以及CPSC的长官们 以及今天与会的各位业子先进大家好 我是王伟豪 目前在财团法人台湾玩具及生活用品研发检测中心 负责玩具以及儿童用品的检测 那很高兴今天有这个荣幸 在这个研讨会上和大家分享 有关于台湾电子驱动玩具的安全规定概要 玩具已经是经济部表演检测局所公告的 因斯检测商品 不论是自国外进口输入 或者是台湾在地的工厂所制造的玩具 今天应该完成相关的检测 作为规定程序后 才能投入市场贩售 今天我们的主轴就在于介绍 电驱动玩具的标准概述 如果与会的各位长官 或者业子先进有疑问的话 可记录投影片右下方的投影片编号 以及相关的问题 在最后的Q&A中提问 台湾现行应斯检测玩具商品的相关规定 是在109年公告修订的 并于同年的3月1日生效 如果与会的各位业子先进 想要了解相关的规定 可以至经济部表演检测局官方网页上 的商品检测 以及应斯检测商品专区的玩具类比当中 查询相关的公告 详细的检测作业规定 以及合判原则等等 如果符合CNS1797当中所规伴 公14岁以下 儿童玩耍游戏之产品 即属于应斯检测玩具商品之范畴 若在认定上 有所疑惑的话 可以参照下方链接当中 有玩具商品的合判原则 那在CNS4797的部分 是玩具检验的总则 包含耐然性、化学性、物理机械性的相关要求 以及指引到相关的检验标准 其中如果玩具有功能需要依靠电力 来产生比如说升官效果 或是提供动能借以前进入后退 则需要符合CNS14276的要求 那目前的检验作业规定要求 是该类型产品 必须要符合CNS14276第87年版 那今天我们就针对CNS14276当中的检测规定 来进行一些介绍 那首先呢 是名词解释的部分 针对电驱动玩具 依照电力来源 可以分为电池型玩具 或者是变压器型玩具 或者是双电力供给玩具 那电池型玩具 它的主要电力来源 则是电池 变压器型 则是利用变压器插电 作为唯一的电力来源 双电力供给玩具 则是可以同时利用电池或变压器 或者只利用其中一种 作为电力来源 那在右下方的组当中 则是一个部件 称为电池盒 那电池盒定义是可放入电池 且与玩具本体 有一个小隔间的部分 电池动玩具的测试一般条件 则在第4.1节当中规定 除非有特殊指定 否则所有的测试 应该用同一个玩具来完成 那特殊指定的部分 例如像第14节 以及第17节 或者在完成第8节 热鱼一场测试之后 发现玩具 已经损害无法再使用的话 则可以再另取适要进行测试 那第4.8节则是电池型玩具的规定 它应该要使用全新的非充电式电池 或者是已经充饱电的充电电池 来进行测试 那在电池型玩具的设计上 如果它没办法防止电池反接的话 则应该要将电池反接之后 再继续测试 那接着则是提供一个 可以防止电池反接的按钮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上方的电池 它是正极接正极 负极接负极 是属于正常安装的状态 那下方的呢 这是我们故意将它反接 大家可以看到 在红圈圈的部分 负极的部分 跟正极的电极片 并没有接触 因此它是形成断路 也就是说它可以防止电池的反接 那是不是所有的玩具 都是要经过所有章节的测试呢 没有哦 在第5节当中有提供 如果玩具符合特殊的要求 那可以进行减免测试 比如说在5.1节当中规定 如果玩具能够符合第8节 不同机性的短路测试的话 则可以不需要符合 第7节 第9节 第10节的测试内容 那除非移动的部位 它需要被保护 否则也不需要再额外进行拉力测试 那在5.2节当中 则是针对电池型玩具 有它的特殊要求 大大幅的条件1 如果不同机性的零件或部位 无法使用直径0.5mm 以及长度25mm以上的直径钢棒连接 以及条件2 以1欧姆的电阻连接电源接头两端 且将所有控制电流开关短路 在1秒之后进行测试 电池的电压不超过2.5伏特 满足这两个条件下 则只需要进行第6节 第8.3节 第12节 13节 19节的测试 在6.3节当中规定 电池型玩具呢 必须要标它的电压 那如果使用一个以上的电池 则需要在内部标电池的形状 以及电池的电压 那向右下角的部分 它就清楚标示正负极的方向 电池的大概形状 以及它的电压 那左边这个电池的玩具呢 它并没有标示任何的电池的符号 形状 以及正负极等等 那前面呢 我们在第4节介绍了测试时的一般规定 例如应该尽量使用同一个玩具来完成所有的测试 除非另有规定 那或者是电池型玩具呢 应该使用全新的电池来进行测试 那第5节 则是在测试项目的选择上 如果你能符合特殊的条件 在测试条件的选择 就可以做到一些减免 不需要符合特定章节的要求 那接下来第7节开始 则是测试条件的介绍 首先是第7节输入功率 那针对的是变压器型玩具 如果它标定的额定电压大于25瓦特 那在量测时 在玩具正常运转下 量测时的功率 不可以超过额定功率的20% 那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今天标的是26瓦特 那实际上量测的功率 不应该大于1.2倍 也就是31.2瓦特 在第8节的热语异常测试当中 则是针对了玩具 在正常使用状况下 以及可能遇到了一些异常状况 去量测它的温度 身高是否会超过表格当中的规定 那例如说在把手旋钮 以及可能用手操作的地方 若是金属材质 它的温身不可以超过25K 也就是25度C 那其他可能触及到的部位 如果是金属部分的话 那温身是不可以超过45K的 那其中要特别留意的是 电池的表面 十倍归类为金属材质 那一般我们量测的时候 我们可能的监测点 例如说电池盒的外表面 电池的表面 或者是有一些灯 LED灯 或者是炙热灯泡等等 或者是发生部位的表面 马达附近的表面 可能用手操作的部位等等 去进行温度的监控 那原则上 还是要是该玩具的结构 来讨论可能的温身点 那除了温度升高的要求之外 在测试时 也不应该发现有这七种状况 例如说密封物质可能流出 或者是造成一些火焰 或者是气体 或者是一些变形等等的 那在测试之后 玩具也不能手坏哦 那比较特殊的异常状况 例如说韩马达的玩具 它可能马达会被小朋友用手卡死 或者是卡到一些障碍物 造成温度过度升高 造成危险 因此马达的部分 需要进行8.6节的测试 那关湖3呢 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 如果两个相同的玩具 它可以用不用工具 就可以轻易连结的话 那原则上就要进行8.7节的测试 来确认是否会在这样的滥用状况下 那温升会过高 那第4节的部分 则是含电子电路的玩具 那应该进行第8.8节的测试 那当然有些排除条款 比如说低功率的电子电路 就不必再进行第8.8节的测试 那我们这边比较常遇到的 就是第8.3节 第8.4节 以及第8.6节的测试 那我们将针对这三节 来做重做介绍 8.3节是玩具在正常使用状况下 去量测每个部位的温升 那8.4节的测试条件比较特殊 那原则上第一个 不同即性的零件 或者是部位它的绝缘体 如果再移去可分离零件 变成可助级的时候 那这时候就需要进行短路 然后再重复进行温升测试 但是呢 这个测试只在什么时候进行呢 只在可以利用直径0.5mm 以及长度25mm以上的 钢子棒桥接的时候才进行 那底下有三张图 我们先看最左边这一张 最左边这一张呢 它钢子棒是直接放在电池盒上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在左上角以及右上角 并没有碰触到电极片 那可以想象的是 如果今天有一间厂商 它制作的电池盒呢 它的电极片如果比较高 比如说突出电池表面 那就可能造成钢子棒呢 在放置的时候 它会造成桥接 也就是说可以进行短路 这时候就要进行短路测试 那我们的图例呢 它是无法朝接的 也就是这个部分是不用进行短路测试的 那在右边的图 这两张其实是同一个部位 那左边这张呢 是让大家看说 我今天钢子棒放上去的时候 它这两个不同极性的部分 并没有办法被碰到 那原因是因为它在这两个电池的中间 是有做一个绝缘体的 那这个绝缘体原上是不可被移除的 所以这个绝缘体就能够保证说 这两个电极片是没办法被短路的 被桥接 那如果说今天没有这个绝缘体的话 如果这两个电极片是可以碰触到的 那就要进行8.4节的短路测试 那接着则是如果玩具还有马达的话 那这时候就需要把它的可处级的移动键 进行锁定 那测试马达在锁定的状况下 是否温身会超过前述表格的规定值 那如果说玩具还有一个以上的马达 那这些马达呢 必须分开进行个别的测试 那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测试条件是 有一些玩具车 它是小朋友骑身在上面 那有踩油门的时候呢 它才会前进后后退 那这个需要利用手或者是脚 就需要维持把电源在开启的位置的话 那这时候呢 测试就只需要进行30秒 那下面这张图呢 则是我们之前在进行马达测试 马达锁定测试的时候发生过的状况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温度监控点 其实是A4跟A8也就是室温点 大家可以看到A1相对于室温已经上升了82度 那A5这个点呢 相对于室温也上升了将近有45度之多 所以它其实是温身的还蛮多的 而且超过表格的规定 所以这个状况我们就会判定它是Fail 接着第九节呢 主要是确认玩具在正常温度操作下 是否还能够具有相当良好的辩诀源 那测试的条件是玩具 依照第803节以及第804节测试之后 将所有有连接电源源件之一的端点 中断连接后 那连接不同极性的部位绝缘 那接着施加250伏特 60赫兹的正悬波一分钟之后 那不可以产生崩溃 那所谓崩溃的意思是 在这两个绝缘当中 可能会有电流倒通 那这时候我们就判定它是崩溃的产生 那第11节则是在室温下 也就是说在室温下 直接去量测玩具 是否具有良好的电绝源 那测试条件跟第9节是一样的 第10节主要是在于抗湿性的测试 首先在第10点1节当中 针对的是 本来设计就是用以要在水中玩耍的玩具 或者是说设计 可能比如说模仿食品制作或加工 可能会用液体清洗的变压性玩具 那它应该具有外盒或者适当的保护措施 那经过浸泡测试之后 也就是在投影片下方 那经过一个1%绿化钠液体 而浸泡测试30分钟之后 那结束之后呢 必须要符合第11节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在室温下的电绝源测试 那是否还能够符合第11节 不可崩溃的要求 而且在浸泡之后呢 颜面距离或空间距离 不得低于第17节所要求的值 接着10.2节呢 是确认玩具是否能抗湿性 那首先呢 会将玩具置入93正负2%的 很温很湿箱中48小时 那接着呢 再重新进行11节的测试 那确认是否能够符合 不可崩溃的要求 那也就是说确认玩具 在湿系条件下 是否还能够满足电绝性的要求 那接着呢 是第12节 确认机械强度的部分 我们会以装置 那以0.7焦额的能量 撞击可能的焦入了点6次之后 那玩具不可以因此而产生破坏 那再来是第13节 结构 那首先可以看到 第13.1的要求是 原能上的变压器 或者是电池 电压不可以超过24伏特 或者是说 有双电力供给玩具 那它提供的总电压 不可以超过24伏特 那在13.2 原能上变压器不可以跟玩具一体成型 那玩具的控制的部分 也不可以跟变压器成为一体 13.3则是要求水中玩耍的玩具 不可为变压器型玩具 那接着是在36个月以下玩耍的玩具 不可为变压器型玩具 那如果说电路当中是含有 非自动再设定的温度切断装置的话 那再设定时是需要使用工具 才可以重新设定的 扭扣型电池 R1型电池因为体积较少 如果容易触及的话 那小朋友就有可能吞食电池 因此 他的要求是 一定要使用工具才能处及 除非呢 他的外壳需要两个独立的动作 而且同时调整才能打开 那36个月以下 儿童玩耍的玩具 电池一样非得使用工具 才可以被触及 除非他的电池盒 需要两个独立的动作 同时调整才能打开 在13.8当中 原则上要留意的是 玩具在任何一个方向 那可充电式的电池 皆不可以露出电解液 那电解液也不可以被触及 甚至使用工具 将盖子移除的时候 那也不能触及 那这边提供一个案例 是在去年2021年的时候 一个通报案例 那大家可以看到 左方这三个电池 其实就是扭扣型电池 那这个玩具被判定的原因 就是因为 它可以非常容易地被打开 不使用工具 或者是没有同时 两道独立的动作 那这个电池就可以被打开了 因此它被判定结构 是不符合的 第13.9节要求 玩具若富有电池的话 不可以并联方式相接 第13.10则是要求 玩具的插头以及插座 不得与CMS690 以及CMS6797相接容 13.11节则是用以确认配件 是否能够牢固地固定在玩具上 那原则拉力 已分为两种条件来测试 如果可触及的部位 最长尺度 不超过6nm 那则施加50牛顿 也就是5公斤的力 如果可触及的最长尺度 大于6nm 则施加90牛顿 也就是9公斤的力 来进行测试 那确认玩具的配件 是否会分离 第13.12节是要确认 玩具中电池 是不可以有被充电的可能 除非玩具的重量 如果小于5公斤 它必须满足 必须破换玩具 才能取出电池 而且不可能 用玩具来对其他电池充电 那如果玩具的重量 大于5公斤 它必须要符合 1.电池是固定于玩具内 第二个 充电的时候 急性一定是对的 也就是说 你只能正接正 负接负 那第三个 是充电时 玩具不可能玩耍或动作 那接着是 第13.13节的要求 那马达的功率 是不可以大于20W 第14节 则是有关于电线的防护 那大原则呢 就是电线所经过的路径 必须要平滑 没有锐利的边缘 那第14.2节 如果玩具在设计上 必须要保留裸线 或者粘热丝的话 那这两个东西 必须要牢牢的固定住 以免玩耍的时候 可能造成 颜面距离或空间距离降低 而低于第17节的要求 那第15节 则是原件或领主件的要求 那开关或者是自动控制 在进行第8.3节 以及8.4节测试时 如果会承受超过3A的电流 则需要符合附入2开关的要求 那15.2节 如果说使用的原件或领主件 它应该要个别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 那15.3 玩具不得使用水银开关 或焊息之后可以恢复的热断路器 15.4节 玩具使用的变压器 必须要符合CMS相关变压器的安全要求 那接着是第16节 有关于螺丝以及连接物的测试 那测试的标的主要是在失效时 可能会造成测试不合格的固定物 或者是电力的连接物 那这边比较要留意的是 一般来讲 锁石油的螺丝不可以使用较软 或延展性较加金属 那如果是决于用途用的螺丝 直径需要3A以上 那如果是预期需要作为传导电接触压力的螺丝 那它需要手入金属中 那如果螺丝是有可能造成不合格的时候 则需要进行相关的扭力测试 那测试的结果不可以影响电力的连接 或固定物的进一步使用 那16.2节则是针对 负载超过0.5A的电力连接 那它的接触压力不可以使用 易收缩或者是变形的绝缘材料 除非它的金属部分有足够的弹性补偿 这些绝缘材料可能造成收缩或变形 第17节则是要求 介于不同集性之间的颜面距离或空间距离 不可以低于下表所要求的值 那一般值的就是在电路板上 比如说左边可能是正极 右边是负极 那正极极当中它的颜面距离就不可以小于EMN 那空间距离也不能小于EMN 那第18节则是针对支撑或直接包围带电部位的绝缘材料 确认是否具有耐燃以及防火性 那第18.1是用来确认玩具的材料是否注意耐热 那它的条件是如果玩具的工作电压超过12伏特 电流超过3A 那则需要确认是否注意耐热 那确认的方式就是使用一个球压测试器 那18.2节则是测试非金属材质的部分 是否能够抗肥燃以及火焰的扩展 在18.2.2节当中 如果你的材料预期支撑负载电流会超过3A 而且工作电压超过12伏特 则需要符合650度C的炙热线测试 那反之则是需要符合550度C的炙热线测试 那以上则是今天针对CNSE 1427687年版 有关于台湾电驱动玩具的安全标准要求 那在第四节当中 大家可以了解到玩具的测试一般条件 第五节则是可以了解到 如果能够满足一些特定的要求的话 那测试项目是可以做适当的选择以及减免 而不必做全项检验 那或者是在第六节当中 我们有介绍在电池盒玩具 它必须要在电池盒的内部去标示电极 所使用的电池形状以及电压等等 那或者是在第七节以及到第十八节当中 所有的测试的大致上的介绍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报告 谢谢大家 不容领听 如果有任何的疑问 可以记录一下同影片的编号以及问题 在稍后的个人议当中可以提问 谢谢大家 谢谢 刚才各位专家为大家演讲了美国和台湾电动机车 电动机车 电动自行车 以及电池驱动玩具的安全规定概要 接下来欢迎大家向各位提问题 各位听众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请打开右边文字消息的面板 那将您的问题输入 那我们就会将问题会整 之后请讲师一并回复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遇到了供应商的麻烦 当我采访采购电池时 我有时不得不寻找其他供应商 CPSC有什么建议 I run into supply issues when I source my batteries I sometimes have to find alternatives What does CPSC recommend So this question will be for Jay CPSC recommends reviewing the presentation provided CPSC recommends reviewing the presentation provided I will interpret I was told to do it Consecutively CPSC建议过目一下 所提供的幻灯片的演示 这是我们这个 这次网上演示 Find alternate suppliers that have similar or sam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including chemistry including chemistry and type 尋找那些具有类似或相同技术规格 包括化学成分 类似和类似的代替 替代的供应商 所以这要根据情况 finally testing the alternate batteries will be easier and the BMS circuits can be programmed for common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value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F963 最后呢还要说 测试备用电池呢 将更容易一些 BMS电路可以用 相同的技术规格 偏值 就是规格值来编程 这样的话可以满足 F963的要求 下面一个问题啊 下面一个问题 是那个 VSMI公告 锂电池组 Bedrick Pack 如果从国外进口到台湾时 必须受 边境管制 才能进入台湾 那么整车也一起进到台湾时 应该如何办理受检 才能够进到台湾 Mr.Wu This question is The lithium-ion battery is subject to the border control in accordance with BSMI regulations and if the electric vehicles are imported with the lithium-ion battery installed how do importers apply for inspection and this question is for Mr.Wu 那我们请 Wu客掌回答 好的 在台湾呢 那个整车跟电池 是必须要分开 受不同单位检验的 那如果说是电池 随车呢 可以进到台湾 但是整车 如果进到台湾之后呢 必须要有 那个VSCC 也就是那个 VSCC Certification Center 的这个审验 那整车送到这个VSCC 审验的时候 电池必须要先取得 VSMI的这个合格证书 VSCC才会花这个整车的这个证照 这是目前的状况 谢谢 谢谢 OK The batteries have to be Certified by BSMI That's my answer Thank you 下面一个问题 下面一个问题 I'll speak English first 我先说英文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e-scooter commercial use and normal consumer use 下边一个问题 欢迎成中文 就是说 电动摩托车的商业用处 和普通消费者的使用 有什么区别 This question I think is for Mr. Mela Lawrence Could you please answer this question Yeah sure Sylvia Thanks So generally What we consider to be normal use is when the e-scooter is owned and maintained by the consumer 当然我很愿意 回答这个问题 正常的消费者 使用的是 那个就是 电动摩托车 电动摩托车呢 通常是由 消费者 拥有和维护 And then commercial use is when an e-scooter is generally owned it can be owned by firm and then consumers can rent it out at a base price plus an additional rate per distance 那么那个商业使用的 这个电动摩托车呢 通常指的是 消费者使用 但是呢 它在这个维护啊 就是和提供方面呢 是商业的 这种 出租形式 所以商业使用的 就指的是 就指的是电子摩托车呢 它是公司拥有 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 大家使用时的时候 它是共享 或者设备 通常是 由不同的人 去使用 所以呢 使用者呢 有不同程度的 使用经验 这些设备 可能会在 使用中 有磨损啊 还有在恶劣的情况下 会磨坏 下面一个问题啊 下面一个问题啊 是 The next question I think for Lawrence So Mr. Liu Avery channels 在美国电动平衡车 要销售 是否要强制标准 强制检验 Manetary inspection 再说一遍啊 在美国电动平衡车 要销售 是否要强制检验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e-scooters When they are on sale Do they have to go Through the Mandatory inspection I think this is a Question for Lawrence I think this is a Question for Lawrence Currently there is no Mandatory inspection For e-scooters Right now There is only a Children's voluntary standard For e-scooters And then As we discussed a little bit In the presentation They are working on a Commercial or ride share standard For adult e-scooters And then the plan is After that They are going to focus on The consumer use Adult size e-scooters Okay Now Now The e-scooters That's the ��놈滑板 The car No Traday The car The car No Traday No Traday N Traday You Traday Traday 電動踏板車沒有強制性的標準 但是標準發展組織正在研究 那個資源性標準 所以現在只有對兒子成人的商業用途 也就是共享的電動踏板車有標準 有標準 So let me see the next question which is also in Chinese. 電動自行車用的鋰電池以及充電池 在美國要銷售是否要強制檢驗? 電動自行車的鋰電池以及充電器 在美國要銷售是否要強制檢驗? 謝謝 The... I think this question could be for either Lawrence Miller and Jay I think I could take that one Sylvia I think I could take that one Sylvia The charger is subject to voluntary standards So by definition they would not be mandatory But the depending on where the charger is used For example for an F963 application Some of the requirements that are identified become mandatory based on the end standard that is applicable for the product For example, if it is a toy as defined by F963 The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harger become mandatory because that is a mandatory standard But otherwise for other e-scooter products that are not toys It would be voluntary requirements that would define a minimum level of safety in the United States OK 我這樣說一下 在美國 用於電動自行車的充電器 鋰電池充電器 一般來說是資源性標準 所以不用經過強制檢驗 但是呢 如果這個電子充電器呢 它是 比如說 它是用於其他的用途 比如說是受到F963的規定 如果是要必須符合那個規定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呢 這個電池呢 就必須是搶制性標準 因為F963是搶制性標準 所以呢 這主要是看那個電池是 是不是一般用於一般的電動打板車 還是它是用於F963 還是它似乎也受F963玩具標準 如果是用於玩具標準 它是必須受到F963的 受制於那個規定的 那麼它就必須強制性標準 聽眾如果有問題可以繼續提問 下面我再看下面有沒有什麼別的 另外的問題啊 OK 下面我們回到另外下面一個問題去啊 這個問題 新購電動自行車目前還可以申請補助嗎 有什麼要求 找哪一個單位承辦 是工業局或者環保署 Mr. Liu please 新購電動自行車目前還可以申請補助嗎 有什麼要求 找哪一個單位承辦 是工業局呢 還是環保署 好的 電動自行車的補助呢 目前是由那個已經由那個中央政府 環保署這邊轉由各地方政府的 編列補助辦法 然後可以向那個環保局詢問申請 那整車所使用的電池仍然必須要符合 SMI公告的這個規定取得RPC的證書才可以 不過呢 目前來講不一定每一個地方政府單位都有補助 所以需要詳細詢問 以上回答 謝謝 下面一個問題啊 The next question comes in English If e-bikes or scooters are used at a workplace Do they need an NRTL approval? I think that's question is for Lawrence Miller 下面一個問題 如果在這個公司 就是你單位上去使用這個e-scooter 就是電動的腳踏車 然後請那個 請J來回答 下面啊 下面我來再把這個問題重複一下 如果電動自行車或者電動踏板車 是用於工作的地點 那麼它是不是需要NRTL approval? So Lawrence, I'll repeat the question in English again If e-bikes or scooters are used at a workplace Do they need an NRTL approval? So I might actually have to get back to you on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Um, because generally speaking Um, CPSC would have jurisdiction if it's a consumer product But if we're talking about products that are used specifically in a work place Um, I'm not sure if we would have jurisdiction over that But um, I would have to get in contact with our lawyers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for you I can't answer it at this moment Yeah, um, this is the question 这样的啊 就說我, Lawrence他回答說 他說這個,他不清楚那個CPSC 是不是對這個產品呢 有沒有那個,就是管理這個產品 就是我們是不是在我們的權限之內 如果是一般來說 在,如果是在工作場地使用的 使用的產品呢 是由,是有別的機構管理 那麼他不是特別有把握 是不是屬於CPSC的管轄之內 那麼他覺得他應該找一下律師 在跟律師商討以後 再回答聽眾的問題 到時候我們就把那個問題的回答呢 送給那個 送給Ms. Huang 聽眾可以從Ms. Huang 我們會得到那個問題的答案 謝謝 OK,那下面我們看這個問題 下面我們再看另外一個問題 If a new revision of F-1963 is published What do I need to do? 下面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F-963的新修版出版了 我需要做什麼呢? this question is about F-1963 所以我看 Jai, would you like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當然 所以, there is a transitional period when ASTM notifies CPSC when revisions to F963 are made in anticipation of publishing new requirements and that time period is 180 days. So after that notification, if CPSC does not make any substantive comments to those revisions, then that 180-day period is the timeframe in which you would have to comply with the new requirements. And so if you follow the public calendar, the ASTM standard and the comment period for CPSC, then you'll know what that 180-day period is. And so then that will establish when the deadline is for you to comply with the new requirements. So if you follow up and follow the rules, you will contact the post-mortem broadcast to the PICS-signal website. So your recommendation is to go So you want to follow up here on the CPF-S-signal website. To pass the content to the PICS-signal website, see the content to other people and you want to follow up on the ASTM website. Where you go to PICS-signal website. So you'll be able to follow up 就是他們網站上的公共日歷和他們一些會議和活動 這樣的話你了解到有關F963的評論或者其他的行動 他們都會在網站上發表 如果你知道最近的修訂版已經公佈 然後CPSC也收到了修訂版的這些通知 此後你又沒有聽到任何其他的消息 那麼很有可能修訂版將作為最後的新版本的規則被採用 你怎麼算呢 它應該是180天有效 所以你應該這麼算 就是可以算出生效日期是哪一天 就是從ASTM通知CPSC的修訂版起的第180天 然後這樣的話你會知道以前的做法是否作廢 你應該要記住有180天的生效期 OK 下面我們回答下面一個問題 I'll speak Chinese first 然後 Then Mr. Liu will translate 電動自行車或者電動輔助腳踏車的理電池組 與電動機車使用的電池組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電子車即到沒有電的時候可以到充電站充電嗎 或者交換電池嗎 OK OK This question is What are the 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 lithium-ion batteries for electric bikes and those for electric scooters if the battery if the battery of the electric bikes has run out of power is it possible to have it recharged at the charging station or have it changed This question is for Ms. Wu 我們請吳課長回答 好的 首先呢 先針對那個 它的最大差別就是電池的電能量 那因為呢 電池或者是電池車它的限速呢 是被限制在這個25公里每小時以下 那但是呢電動機車它的限速呢 它是跟燃油車的行駛規定是一樣的 就是依這個行駛道路的限速要求 所以這兩個這兩者之間的電池的電量 跟它的額定電壓是最大的差別 那電池或電武車的電池電壓一般是在36VDC左右 那電動機車它使用的電池至少需要達到48V以上 那甚至到這個96V的這個重型機車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那電動自行車它的這個充電 目前還是沒有辦法跟電動機車共用充電站或者是電池交換 因為它們使用的這個充電介面不同 還有它的那個通訊模式 依照各個不同廠牌的這個整車跟電池的差異也不太相同 所以這邊呢消費者在使用上必須要了解這個差別 不要隨意去充電 確保這個行駛的安全 這以上回復謝謝 謝謝 OK The answer is The capacity is the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ithium-ion battery for electric bike and electric scooters Because the speed limit imposed On electric bike is 25 kilometer per hour But the speed limit for electric scooter is the same as the gasoline scooter And also the voltage czg Transnd hyperch im pasti 36V for electric bike and 48V for electric scooter and due to inconsistent charging and communication interfaces and also differences in batteries the electric scooters are not allowed to share the charging station with electric bikes and consumers should be aware of these differences and do not charge the battery at random for safety. Thank you. 下面一个问题,我先用英文说, I'll speak English first. What should I do if I find out that there is a problem with my product after it has already been sold in the United States? I think this question, Lawrence, would you like to take it? I think this one was for Jay, right? Yeah, let me repeat the question. What should I do if I repeat the question in English? The interpreter, you could translate it again. What should I do if I find out that there is a problem with my product after it has already been sold in the United States? 这个问题请Lawrence回答。 这个问题说的是,如果我的产品在美国已经销售出去, 然后发现有问题,我应该怎么办? Lawrence, please. Jay, do you have a better answer to this one? Jay, would you like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Sure. So find out the details of the problem and see whether it will cause the firm not to comply with one or more requirements of F963. And so if that is the case, then notify CPSC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hen they will start the process of working with the firm, the company, on what the issue is, any remedies. And then the main thing here is that for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in the U.S., while you're not required to have a lawyer, if you have one, then it may expedite the process. So, yeah, that's the answer. 现在这一来回答这问题。 他说的,首先要找出问题的细节, 然后看这些细节是否会导致本公司不符合F963之其中的一项或者多项。 如果你不敢肯定呢,你应该就尽快的通知一下这个CPSC。 CPSC呢,会跟你的公司合作,说是否能够就是在一起能够尽快找出那个解决方案。 在美国呢,其实吧,好像是不是说强制性的要求,你必须有一个律师,但是呢,如果你有律师呢,通过律师去跟那个CPSC合作呢,事情会更可能严满的解决。 谢谢。 下面一个问题,下面一个问题。 婴儿床上所附带的音乐链是否符合CMS14276的要求? 婴儿床上所附带的音乐链是否符合CMS14276的要求? OK, uh, this question is, uh, does the infant creep musical bell have to comply with CMS14276? And this question is for Mr. Wang. 我们请王科长回答。 你们有听到吗? 可以。 可以。 好,OK。 那音乐床上附带的音乐领 那一般音乐是属于玩具的范畴 而且它有电力驱动 所以应该是要符合CNS14276之标准规定 那以上说明 谢谢 OK The answer is The infant creep musical bell falls within the scope of toy products And is power driven Therefore it should be subject to CNS14276 Thank you 好的 下面一个问题 下面一个问题 挑选电驱动玩具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事项呢 Mr Liu P 挑选电驱动玩具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呢 This question is What factor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choosing electric toys And this question is also for Mr Wang 我们请王科长回答 大家好 那挑选电驱动玩具 那原则上因为玩具现在已经是音试检验商品 所以应该要挑选市面上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产品 那也需要依照产品上所宣称的试用年龄等等的 还有他的注意事项去做使用 那使用的时候家长也需要留意海童的状况 那避免一些危险的产生 谢谢 The answer is Because the toy products are under the legal inspection requirements So it is recommended to choose toys with commodity safety mark And also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And parent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parents monitor your kid when playing the toys To avoid accidents Thank you Thank you I'll speak English first What should I do if I find out That there is a problem with my product After it has already been sold in the United States What are some best practices for riding a knee scooter? 这个问题提的是骑电动摩托车的最佳做法是什么? 电动脚踏车的最佳做法是什么? 骑行电动摩托车的最佳实践方法是什么? Yeah I think this question is for Law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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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you think Could you take that question? What do I understand before riding a knee scooter? Okay The staff always recommends that you wear a helmet And before riding you should always check for damage And especially test the brakes While you're riding you always want to be alert And be sure that you're seen So expect vehicles and other pedestrians not to see you You want to watch out for obstacles Such as uneven surfaces and cracks That can potentially stop the e-scooter And then suddenly throw you off So you want to always keep both hands on the handlebars And make sure you slow down and lean back When you have to ride over bumps And things like that Okay 这是Lawrence的回答 刚才对不起 翻译翻错 就是他指的是电动踏板车 那么我们那个CPSC的工作人员建议呢 就是在使用电动踏板车的时候呢 一定要戴上手套 然后呢 我们还建议你们一定要戴上头盔 就是硬头的头盔啊 在行驶之前呢 应该查一下你的这个车呢 是否有损坏 然后再测试一下你的刹车是不是零 就是刹车是不是可以刹车 在行驶过程当中呢 始终应当保持警惕 并注意观察周围 你一定要去期待着车辆和行驶 可能会看不到你 所以呢 你要注意一下路面的 是否有障碍物 如果不平坦的路面呢 有什么裂痕呀什么的 你都要去注意 这些障碍物会使你的电动踏板车呢 突然停止 或者会把你甩出去 所以呢 始终要把你的手呢 放在车把上 当你必须经过 就是颠簸的路面的时候呢 你应该放慢速度 然后身体呢 应该是稍微向后倾斜的角度去这个期 因为这样的话 你才会保持平衡 好的 下面我们时间已经超过了 we run out of time so I think we'll take one two more questions would that be okay two more questions so the first question 电动自行车或者电动辅助脚踏车的理电池组 与电动机车使用的电池组 最大差别是什么 电子车气道 这个我们已经问过了 那就最后一个问题 one more question I think it's about standards how can I involve in the standards development process how can I involve how can I involve in the standards this question 提的是 我怎样才能能参与 标准制定的过程 so this question Lauren would you like to take it yeah I can answer this so there's different standard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 and each of them kind of have their own membership process so it's kind of best to search to see that specific standard organization but generally the public will be allowed to attend meetings and then participating members are the ones that are allowed to vote on balance Lauren 回答这个问题 她说的 不同的标准 制定的组织 它们都有自己的会员程序 所以你可以去 寻求一下 寻找一下 看看这个组织 有没有它的会员制度 如果有的话 你可以考虑去参与 但是通常来说 公众可以参加任何会议 只有参与的成员 就是你这个组织的成员 才有投票权 谢谢 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已经超过时间了 所以我们 我想我们就要 在这儿 我们结束了 我们今天的网上讲座 就到这儿为止 网上讲座的录音视频 我们会上网 那么观众之后 以后可以再继续观看 那么到时候 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将问题寄送到 下列电邮地址 CPSC 1-webinarat cpsc.gov 这个网织 我们在会议日程表上写着的 我再重复一遍 CPSC-webinarat cpsc.gov 演讲的PPT 我们也可以在右面窗口上 寻找 Handouts 那个条目 就是在那个右面 您看到有那个 Handouts的条目 您点击Handouts以后 可以下载 谢谢大家 我这边特别谢谢 两位翻译 刘宽林先生 还有我们的 另外一位翻译 英杰女士 谢谢大家 祝大家 早上好 祝大家 好 那我们今天的演讲会 就到此为止 谢谢 谢谢大家